一圈明星情侣分分合合恩爱情仇 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 可明星也是人 他们也会爱得深爱得痛 可少好友的成为陌路 甚至成为敌人 也有些明星情侣分手了 还是可以做朋友 不过当众被提旧爱时 还是难免尴尬 他们能够hold得住吗 我们分手的那一瞬间 一定也有过不愉快 如果今天我再跟大家讲这个不愉快 那这就不是一个美好的故事 纵使彭飞烈已经甜蜜不在 但李亚彭仍然选择了 流出曾经的美好 而近来同样感情受挫的李晨 却明显不再淡定 看着他与张鲜宇的亲密片花 一笑居然湿润了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到来吧 一同曝光了于王大志的基本视频 董洁的女神形象顿时奔盘 也让他与潘月明的婚姻 难逃分手的结局 而作为孩儿他爸的潘月明 这会儿又该如何面对呢 我觉得两码事吧 就是现在只要把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只要能够用自己全身心去投入 然后我觉得能够吃好东西 就是最不奇怪 可尴尬的又旗指拍月明一个 就在施晓龙忙着卫星戏宣传同一天 他的前任绯闻女友和杰 正热热叨地执行他的婚礼 施晓龙这时候冒出来 不是明摆着网记者的枪手上撞吗 而同样因为旧爱被记者追着不放的 还有男星黄海波 虽然他与女星莫小琪的恋情 被正式已经摸吹 可媒体记者仍旧步依不扰 职业精神绝对顶呱呱 导师王雪冰的手脚比较利索 自于丝宁结束三年的婚姻之后 迅速坠入新年情 与小美女甜甜蜜蜜 可怜独胜丝宁孤身一人 面对记者的狂红懒炸 我的爱情还得我做主 从霍琪山到Vivi 再被你带到如今的汪峰 张吉的男友是换了一茶又一茶 只是有这么一个 顶着话题女王的女友 你说压力这么小吗 如果没有这个承受能力的话 就没有自我代表 就没有自我代表 想不到在感情上 郭继章也是如此的霸气侧漏 而规别秋泽重新恢复单身的唐燕 被问到结交性男友的标准 就提出了两个明确的要求 这算你这么优秀的人家努力 你觉得什么样的男友可以 有得人感专一的 那你一下子一期就说秋泽 没有得人是有过专一的 我什么都没有说 唐燕明摆着这是笑离藏刀啊 不过也不是个个都对 曾经的旧爱仇深似海 手带领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郭不成的劈腿视而不见 更隔空喊话 愿意给他一个回合的机会 因为我不太喜欢跟别人争嘛 那我还是希望他会回去 把自己的关系搞好 然后搞清楚 解决好以后 如果他真的还喜欢我 让他再回来 其实我觉得 还是搞清楚关系比较好 而严陈旭与林志宁的恋庆 这些年也是让人物理看花 就得大家都认为 虚言已成过去事实 严陈旭突然又当着台下五万多歌名的面 向林志宁深情表白 这个歌对我其实意义很大 然后我想要唱第一歌 在我心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人听 虽然他不能来 但希望他可以听到 真不知道这个闹的又是哪一出 想看看林志宁的反应吗 就会觉得很感动 感动 你会视他为最重要的人 是 非常重要的人 既然难以割舍 当初又何必分手呢 有偶遁思连的 当然也有怒斩情思的 提起旧爱乐吉儿 黎明就当众变脸 连温慕尔雅的黎明都翻脸无情 更何况是年轻气盛的谢霆锋 尽管两人已经分手三年多 但谢霆锋却始终绕不开 他和张博之的话题 胆子真够大 他问我 张博之生日拍拖会不会请 我们会不去 胆子真够大 你先来点吧 哈林今年又出专辑了 只不过于春庆 偏偏又把他与英能庆的那段情 翻出来 唱出了性格里 也怪不得记者会问出 如此尖锐的问题 那你在唱的时候 有没有把音很尽快 在感情话题 可能还会被大家问到 年轻人还会记忆 看什么问题咯 是福还是货 都是爱情惹的货 乐凡天综合报道